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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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接著往裡面講到 細胞質的部分 在做PART就是細胞質的部分 這是一個真核細胞 各位可以看到這裡面有細胞核 除了細胞核之外 可以看到細胞核的細胞核內成分 細胞核之外有一個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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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細胞核之外一面 在中文來說 我們沒有適漱的文字翻譯它 可是在英文的定義裡面是不同的 Cytoplatin指的膜以內、細胞核外的所有成分叫做Cytoplatin Cytoplatin是甚麼東西? 只有液體裡面 換句話來講 我們在細胞質裡面還有一些像粒綠體、粒線體、核糖等顆粒的成分 我們把它扣除以後的物體成分叫做Cytoplatin 各位同學們知道了嗎? 將來你們去處理Cytoplatin和Cyto總統的區域 很多同學生科系畢業以後還感到太清楚 這個地方你們都會介紹清楚 大家把它記下來 Cytoplatin就是所有的膜以內、核以外的所有東西 就總核 單純三種融資訊 它的物體成分要扣除它的包氣 了解嗎? 在增核細胞裡面 另外還有一些 因為增核細胞的體積大概是原核細胞的一般來講大概一千倍 體積是一倍 直徑大概是十倍 然後它一個細胞的粒粒 十層、十層、十層、十千 所以呢 因為它的體積很大 那麼為了要維持它的細胞的形狀 所以這個增核細胞裡面會有些Cytoplatin的一種動畫 有一個所謂的細胞類的一樣 這種細胞的一樣 它的成分 主要是這個Micro-Tuber 就是一些微管的構造 或者Micro-Tuber的構造 或者一些紙狀的構造 或者一些紙狀的構造 有一個細胞的構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